据台湾媒体报道 近日有台湾陆委会的官员 在节目当中发表台独言论 宣称两岸是两个国家 被批违背了岛内相关规定 更违背了陆委会这个部门设立的初衷 有台湾舆论认为 陆委会作为处理两岸事务的部门 不应该成为台独政党的打手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当局陆委会官员 在一档广播节目当中 替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发表的 台独言论辩护 进而表示 两岸实质就是所谓两个国家 对此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肖旭曾回应称 赖清德把不支持台独的人 和走台独路线的赖清德当局 混为一谈 不断拿马英九为台独路线背书 批评赖清德就职后 发表违背台湾地区基本规定的 所谓两国论 致台湾人的安危于不顾 为什么不学学马英九的一中原则 和九二共识 台湾舆论评论认为 不管是台湾地区基本规定 还是所谓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都不认为两岸是所谓两国的关系 台湾地区陆委会 也是依据这些规定设立的 如今陆委会官员的说法 却明确违反了这些基本规定 附和民进党当局的台独路线和言论 打压反对台独的人士和声音 违背了该部门设立的初衷 相关官员应谨慎表态 避免变成民进党的台独打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